神龙宗宗内龙虎的五彩龙里一脉能传承到了五十四弹 这对于你们来说也非常不容易 宗主 我们不苦 倒是神龙宗 我们没能保住他 如今有我在 神龙宗崛起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你的身体先前早就被人砍成了数段 如今强行维系着不良 真是辛苦你了 不过 到底何人如此狠毒 什么 老赌长的伤势竟然已经如此严重 身体还是被别人给砍裂数段 昔日我们从离天皇朝辗转来到神风王朝避难 遇到了齐天剑宗的强者 他实力高于我一个境界 我不是他的对手 便被其斩伤 又是齐天剑宗 这齐天剑宗上次想要抢夺洛梨和小军 这次还打伤我曾经饲养的五彩龙里后人 这个仇不知道你们齐天剑宗能不能承受得住 你大爷的 我不是正在齐天剑宗的后山修炼吗 怎么忽然就出现在了这里 老祖你可实在太厉害了 这里距离齐天剑宗起码你有十万里 随手一抓 老祖居然可以破开虚空 就把公孙离给抓了过来 什么 公孙离 哈哈哈 你这老皮肤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龙青 是你 之前将你砍成数段居然都没撕 今日在这装神弄鬼 是想再被我砍成数段吗 齐天剑宗的人们真嚣张 到了这里还敢动手 可恶 是谁竟敢如此对我 龙青 别墨迹了 动手吧 这么多年的痛苦 难道 今日便可报仇了吗 话音刚落 龙青抽出一本剑 对着公孙离就是一本 疼疼暴露的精神 多谢老祖为我报完血仇 这个地方似乎有点古怪啊 别胡说八道 管好你的嘴就行了 只要有老大在 不需要怕有什么意外 这七彩金言 只是治好了你一半的伤势 毕竟拖得太久了 将这扶下去吧 对你的伤势有帮助 这一滴翠绿色的神秘液体到底是什么 居然蕴含着如此磅磅的生命能量 要是再不把它扶下 我可就收回来了 最后 龙青吞下绿色神秘液体 一股盈盈的绿光包裹住了龙青的整个身体 老祖的这一滴神秘的翠绿色液体 定是无数之宝 居然让老族长请个恢复 修为也重新回到了涅槃精一层 而且有隐约突破到涅槃精二层的迹象 组长 不好了 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上古修士虚影 似乎在举行了什么仪式 这片上古遗迹可是藏着一些诡异的东西 如今总算是要出现了 走吧 一起去看看吧 龙青 这里原来是什么宗门 好像叫做太旋门 原来还有一块残缺的牌匾 只不过后来被损毁了 太旋门吗 大概在十二万年前 藏南大陆上 确实有一个叫做太旋门的超级宗门 此时 广场之上 那上古修士的虚幻颜色 融合在一起后形成 而等还不过来朝白 更待会